第六題,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的那個最後完成就是長 有沒有,你會發現,其實大概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水管一個兩個 那這兩個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個後面這個是前面這個的複製 所以可以做完之後把它複製過來 那有什麼差別?第一個它的大小一定是比較小 第二個呢,你會發現它的那個透明度 感覺好像比較透明一點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先做一個之後 放到這邊來,那這一張圖的話在哪裡? 其實就是應該是第一張吧 各位有沒有發現,就這一張,不過你會發現背景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它第一個,它希望我們做的 應該是什麼樣? 把這個水管怎麼樣?選起來 一樣跟之前那個吉祥物一樣 要把它選起來之後,然後呢,再把它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這一張背景上面 OK,然後呢,把這個水管去背之後 移動到這邊之後 然後記得要把它變兩個 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然後這兩個,一個大一個小 然後後面這個有點半透明的 而且它的塗層一定是比較下面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這個沒有被擋住 這個在前面,這個在後面 還有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這邊有那個水流出來的效果 那這個實際上,可以用這上面的工具 可以把,本來它提供給我們的實際上是一個 我看一下它的塗層裡面 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裡面有所謂的塗層 塗層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會有一個Water的塗層 其實就這個 這個時候它沒有顯示,眼睛沒打開 實際上就這個 那你要怎麼樣把這個塗層 把它變成有水流下來的這個效果 這邊可能需要有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在工具列上面有一個 叫指尖工具 這個指尖工具可以做什麼? 可以利用這個指尖工具 可以把剛剛本來沒有向下的這個效果 可以把它往下 做成像水流下來的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呢? 背景 它背景有一些設定 所以請各位呢 稍微試著把那個題目檔稍微開起來 所以題目裡面大概其實就是 有這些要求啦 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有1,2,3,4,4個動作 分別完成之後的話 就完成這一集 請各位先把題目先打開 待會我們再來針對106期 再來做說明 可以試一下 第一個題目它說什麼呢? 它說開啟什麼? PSD01 01的話就是水管那個部分 即PSD01之1這個地方有沒有 然後把之1的這個水管選取起來 然後複製貼到這邊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01應該是背景吧 然後呢 將這個圖層命名為圖層1 特別注意 名稱它還規定 然後注意那個什麼物體邊緣 邊緣不可露出破綻 意思就是說 你要做影像合成的話 所謂的影像合成大部分就是兩張圖 一張是什麼? 一張是你要把比如說水管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人 一個人跟PSD01一個背景 如果兩張 這個挖腿先拿掉 你要把一個人放到一個背景裡面去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類似這一題它要的 比如說你們將來你也可以把自己 比如說你沒有去過巴黎鐵塔 那你可以找什麼 你自己一張圖 然後呢 你再找一張巴黎鐵塔的照片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就把自己選起來 然後放到巴黎鐵塔的那邊 然後表示你已經跟巴黎鐵塔造一張像 或者你也沒有去過埃及金字塔 那你也可以再找埃及金字塔 再跟埃及金字塔造一張像 把它放到 甚至喔 我印象中好像有聽人家講過 就是說有的人很奇怪 他明明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但是他會用類似像Photoshop這樣的技術 把自己跟一些照片做合成 然後呢 把照片就放上去 OK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刷一下存在感嗎 還是 反正至少啦 也許就是說 可以做一個影像合成的效果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做 首先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把這個 選起來 特別重要選要怎麼選 其實我們那個吉祥物那一題有講過 其實你可以先用什麼 先點 點注不要放 先用第四個這個 這兩個都可以 可是呢 有的時候 快速工具 選舉工具 可能比較OK 或者是 魔術工具 比較OK 但不一定 有的時候 因為最好是背景這個地方 是單一顏色 比如說都白色的話 一選 其實最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影片 你拍攝的時候 後面都綠色 為什麼 因為他將來可以把背景整個合成 換成另外一個背景 其實道理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如果你這樣要做影像合成 最好就是你拍照的時候 背景都單一顏色 可能就是綠色 藍色 或者紅色 紅色可能看起來會太刺眼了 所以也許大部分都選擇用綠色吧 或者白色其實也可以 好 那怎麼選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快速選 用這兩個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這兩個選的話 通常是選到背景 所以記得你在選完這個時候 記得要把什麼 選取的範圍把它反轉 因為如果你沒有反轉的話 你是選到什麼 選到背景 而不是選到你要選的那個東西 那個物件 所以第一個 我們用這兩個試試看 不過哪一個比較OK 其實不確定 先點點看就知道了 不過你會發現 點點點 他好像有OK 他好像可以 只是說他好像有一些部分 可以啦 如果你覺得不OK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取消選取 再利用這個魔術棒看看 不過魔術棒 記得 他跟快速選取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他這邊可能要 第二次點 一定要用增加模式 他才有辦法自重幫你增加 魔術棒 魔術棒 有比較好嗎 好像看起來更慘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可想而知 還是用什麼 用快速選取工具比較OK 把選取區去掉的話 就是取消選取 這邊的話 有一個所謂的選取裡面 有一個什麼 把選取的部分取消掉 否則的話 他的選取區會一直保留著 或者你可以記什麼 Ctrl D也可以取消掉 那我們原則上 還是用快速選取工具選一下 有沒有 點 但是還是有個記者 這邊選得到嗎 選不到 沒關係 再用套索再選一下 OK 這個怎麼辦 沒辦法 先選一個大概 然後呢 再用什麼選取裡面 反轉一下 因為我主要是要選這個水管 可是他主要是先幫我選到的只有背景 所以一定要記得 上次我印象中蠻多同學 都只有選到 忘了反轉 結果忘了反轉 結果一直都選不到要的東西 所以記得 反轉 選取裡面反轉 再來的話 當然我們還沒完全選完 所以怎麼樣 Ctrl加號 Ctrl加就放大 還可以怎麼樣 把沒有選到的把它加選進來 哪些部分呢 這個細節我建議還是用什麼 套索工具來選會比較OK 所以接下來 先選用快速的 大概先選 然後細節部分的話 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套索 這邊套索 另外當然 不是說只有套索可以用 其實這邊還有什麼 磁性套索 磁性套索 跟套索有什麼差別 磁性套索比較厲害的地方 它會自動幫你追蹤邊緣 不過 跟各位講 這個磁性套索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邊緣不是很清楚的話 它也沒辦法幫忙 所以這個當然有好有壞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我們先用 先不用這個 我發現這個邊緣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用套索好了 那怎麼用套索應該還記得吧 一先套索 二的話 如果我要把哪個部分加進來 這一邊加進來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按哪個按鍵呢 增加至選取範圍 這個一定要按 如果你沒按的話 那個選取區就不見了 又變成一個小小的選取區了 所以記得喔 一定要先按這個 增加喔 這個沒按的話 那你剛剛選的範圍就會消失喔 比如說 除非你按下增加模式 這個時候就可以 你會發現裡面會有一個什麼 加號 在那個圖示上面有個加 表示說我要把外面沒有選到的加進來 那怎麼選呢 由內 由額外把它選起來 所以由外喔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按住滑鼠不要放 然後往外面喔 當然越細越好啦 因為他說盡量不要有鋸齒狀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手呢 一定要非常的穩 但你也不要一次做完 因為一次做完 其實不太容易喔 OK 選到這邊 繞一圈有沒有 放開 這個就OK了 但是呢 有沒有鋸齒狀喔 或者有沒有選得好 你可以按Ctrl加 其實最好的方式是 放越大越好 有沒有 放開越大 這邊感覺沒有完美 越大的話 越看得出來 那怎麼辦呢 這邊有沒有 突出來怎麼辦 扣掉 扣掉記得用這邊剪掉模式 剪的話呢 從外面把它繞一圈 把這個扣掉 有沒有 扣掉了 感覺這邊好像還可以再讓它進來 再吸一點 不過這個可能 這個功要很細啦 所以我大概做一下 這個要很花眼力 而且手也不能抖 像有些人中年以後就很容易手就會抖 OK 好 算了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贏了 好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 細節 你們的成績高低 就是你的細節我會看一下 如果你讓我看起來跟狗啃的一樣 我看有些同學教的合成作品 背後一眼就看得出來 怎麼完全破綻連連 就是因為你沒有把它放到最大 然後慢慢再去看細節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如果說還要再強化 應該 應該可以 這邊好像凸出來 這邊把它扣掉 如果 太進去的話怎麼辦 再把它 再加圈 OK 這樣就 比較趨近於完美 這邊應該是加進來 所以也是加模式 加模式 然後從裡面 加模式 從裡面 繞到外面 來 盡量 這樣的話 讓邊邊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破綻 OK 有沒有 這邊的話也要加 哇 這個功要很細 我只是提一下 後面我可能就大概做一下 因為 這個如果要完全 讓人家看不出破綻的話 恐怕你要 像這邊有沒有 這邊就有破綻 所以怎麼辦 這邊要把它扣掉 讓它變成垂直 所以怎麼扣呢 用剪模式 然後一樣 從裡面 從外面 繞進來 繞一圈 把它往裡面 再把它扣掉 扣掉這些 讓它往裡面一點點 也不能太裡面 不然的話 這邊線沒有變成垂直線 所以這個其實是 蠻花時間的 好 那我大概 假設 如果你都已經處理完了 處理完之後 那其他部分呢 還有呢 上面這個 Ctrl-減 上面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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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不然的話 永遠做不完 OK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 向上 然後把上面這一塊 把它選進來 不過這個真的不好選 繞到這邊 好 繞一下 這個怎麼辦 這個再繞一下 OK 然後細節 Ctrl-加 Ctrl-加 這個 這個可能要自己再扣 所以我大概做一下就可以 不然的話 過去的話 應該就會有 狗啃的效果出來 不是很OK 好 大概 那這邊一樣 這邊就要再加模式 把它加進來 這個再加 加一下 這邊 把這一塊選進來 好 那如果說 假設我已經處理完畢了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 將來 你們用的滑鼠 可能要 精確度要比較高一點點 不然的話 像這種選取 如果滑鼠 不靈敏的話 真的就不太好做 這邊也是這樣 再把它加進來 OK 加模式 把這一塊加進來 好 那如果說 已經全部都OK了 像這邊也可以再處理一下 假設我們已經都OK了 放大看 沒有任何的破綻了 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個選取區按Ctrl-C C Ctrl-C 就複製 Ctrl-V 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把Ctrl-V 貼上 OK 那就大功告成 不過 這可能還要把它移動 往下 往下的話 就是利用移動工具 再把它往下一點點 至於往下到哪裡 你可以參考完成檔 對 剛好 貼起就可以 沒有問題 兩邊OK 再把Water這個塗層 可以把它打開 不過你會發現 其實Water怎麼看不到 特別注意 它有說 我們把Ctrl-V之後的這個塗層 要叫塗層1 所以我們貼上其實剛好 就是塗層1 所以不用改 貼上就OK了 然後把Water這個塗層 往上拉 放開 這個時候才會剛好在這裡 OK 出水口的地方 否則的話 你會發現 Water塗層被擋住 你就沒有辦法 讓那個水 往下流的這種效果出現 所以記得把塗層1 放到Water的下方 就完成了第一個步驟 OK 畫面先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縫圖 要把那個圖要去背 就必須利用快速選取工具 跟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 記得一定要用加跟減 加的話是由內而外把它選進來 減的話是由外而內把它扣掉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你可以利用這些方法 再來配合Ctrl加 Ctrl加就是把圖放大 一定要Ctrl加 如果你沒有放大的話 那你的細節是看不清楚的 那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你要把一張圖 縫得很完美 那真的不太容易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最大 說真的你要把那張圖 去背 然後把它做合成照片 你會發現 基本上 可以做到 非常的 沒有破綻 OK 那這樣的話 才是一個很 很很很 這個 好的一個作品 那你會發現 像雜誌 像報紙 像書籍 裡面都會有很多的合成照片 基本上每一張很多都是合成照 那有的時候 我都還可以把它放大看一下 因為有點職業病 就會看一下這個合成照 它合成的怎麼樣 當然有一些質感好一點的雜誌 那個合成真的是了不起 完全看不出破綻 但是如果說 那個有一些比較小的雜誌 它的那個合成照片 真的就做的不怎麼樣 OK 所以盡量將來 如果你要 從事的行業裡面 可能會跟影像有一點關係 Photoshop 絕對還是要熟悉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水管這個部分 沒有破綻的 所以盡量你們教的作品 盡量不要讓我看到破綻 多良好 多良好 發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